那是309 我也是受害者 然後不要罰我 過來前面吃飯 花手機 看到這個經歷 就在講這個 加密貨幣 倒閉的事情 看到我前面發的就是文章 黃丁的吸金嘛 IG就有人敲我 他直接把公司講出來 我馬賽克 家人就在這裡面同伴 我要說現在沒報當然沒事 但如果每個人同時去擊隊 我保證他老闆就進來 這樣加密貨幣是一模一樣的情況 就是他用投資人的錢 然後再繼續滾錢 最後每個人要輸回的時候就會出問題 跟李奧納多的那個 雷曼兄弟的電影一樣 你們自己看 今天他們一直吸金進來 當老闆的人 除非真的很能把持得住 不然你看李奧納多 他那個電影 包得其實怎樣 買遊艇啦 買大樓啦 不玩女人啦 把錢都花掉了 最後投資人要來拿錢的時候就沒錢 跟雷曼兄弟的那個債券一樣 反正他們只要一直罰 錢就一直來 加密貨幣也是一樣嘛 錢來得很快 但是最後 每個人叫他吐信心出來之後 他吐不出來 因為他錢都花掉了 我只是覺得很巧 前三天我才在會 IG的網友問我說 他家人在裡面怎麼辦 我跟他說擊隊的問題 現在看這個新聞也是擠隊的問題 雷曼兄弟爆發也是擠隊的問題 任何的東西爆發 都是擠隊的時候就爆發了 那其實 銀行也是 最大的吸金公司啊 你們錢派銀行 他也是拿去炒樓買地啊 把你的錢再放帶給別人啊 比如說那種 大監者倒閉的時候 政府有時候會幫忙接啊 像雷曼倒的時候 美國政府好像有接吧 那你剛剛小監者 像這種什麼 投資黃金啦 投資直銷啦 投資紮小啦 他倒閉 幾對發現老闆沒錢的時候 你絕對就賠錢了 政府不會幫你出錢了 剛剛老闆有時候二級歲 像現在加蜜貨幣倒了 比如有網紅 那什麼陳靈酒 我也是受害者 不要罰我 我只是接業配而已 通常怎樣